深夜十点陪你读书 这里是十点读书 我是主播佳音 那么今天我们想和大家分享到的文章是 何以脱俗 唯有读书 宋代诗人黄山谷说 人不读书 则尘俗生起间 照镜则面目可憎 对人则语言无畏 怎样的阅读是快乐的呢 我们接触到的这些信息 如何融入我们 变成我们自己的智慧 修养 气质呢 今天十点君为大家介绍一本 教你如何读书的书 怎样读书好 蔡元培 林语堂 朱光潜等 诸多大师都分享了对读书的看法 还有各自的读书方法 选书习惯 一 蔡元培 我的失败经验 蔡元培在我的读书经验中写道 我自十余岁起就开始读书 读到现在将满六十岁了 中间处大病或其他特别原因外 几乎没有一日不读点书的 然而 我没有什么成就 这是读书不得法的缘故 被称为学界泰斗 人是凯末的教育家 此前没有什么成就 他总结自己读书 有两个不好的习惯 一是不能专心 什么书都读 但是并没有深入某一个学科 在德国读书的时候 哲学史 文学史 文明史 心理学 美学 美术史 民俗学 通通去听 但是没有哪个学科 自己有成书 二是不能情笔 有人读书时遇到新的典故 好的词句 会记录摘抄 贴在书摘里 时时懒读 读书了就换上新的 这样他们就能 记下很多东西 而蔡元培坦言 自己为了速读 无暇摘抄 也不做特别的记号 平时懒得动笔 所以在著书上 没有成就 二 林语堂 没有乐趣就读不成书 林语堂在清华大学任教 他深知 读书对于很多年轻来说 是一项任务 一种责任 没有快乐可言 他认为 最理想的读书方法 是懂得读书的乐趣 比如 中国第一女词人 李清照和他的丈夫赵明成 他们点当了衣服 去买碑纹 水果 回家之后 夫妻相对 一面包水果 一面赏悲铁 或者一面品加米 一面较亲戚 这种欣雅的场景 才是读书的真谓 令人向往 李清照在《金石鹿》后续中 讲述他们夫妇的读书生活 有一段 极鼻针 极活跃的写照 他说 于信偶强记 美饭罢 作归来糖烹茶 只堆积书时 言某事在某书某卷 第几页 第几行 以众否决胜负 为饮茶先后 重疾举杯大笑 致茶青赴杯中 反不得饮而起 这就是后来清朝诗人 纳兰信德描述的 读书 萧德 泼茶香 李清照既行好 常和赵明成比赛 指出一个典故 看谁能说中 在哪本书的哪页 哪一行 说中的 就可以优先品查 如果 能在读书中 感受到 李清照的这种快乐 就没有什么书 是读不成的 三 朱光潜 许多书 都没有一读的价值 大多数人 读书 仅限于求学时 工作之后 如果没有十分的必要 就不再读书了 美学大师 朱光潜认为 读书是一种嗜好 能让你在日常中 寻到一种兴趣 如果一个人 没有寄托 心神的东西 在走出校园之后 就可能沾染一些 不良习惯 在读书中 寻出一种趣味 抵抗坏习惯 引诱的能力 就比别人大些 书是读不尽的 就读尽 也是无用 许多书 都没有一读的价值 至于什么书 值得读 有很多人生必读的 一百本名著 年轻人必读的十本书 其实 读书就像探险 不能全靠别人知道 需要自己 费些功夫 去搜求 别人只能介绍 抉择 还要靠你自己 包括读书的方法 有的人喜欢速读 有的人喜欢做笔记 每个人的天资习惯不同 不能一概而论 别人不能给你一个 统一的模板 每个人都只能靠自己 找到学习的方法 四 曹巨人 你读的书越多 问题就越多 与鲁迅先生 交往甚读的记者 曹巨人发现 你翻看的书越多 疑问之处就越多 他记得小时候看 《诸文公全集》 里面有一段 朱熹说 岳飞跋扈不驯的记载 他不知道怎样说才好 既不便点评 朱熹说错了 又不能对岳飞试了敬意 只能含糊了事 他看了《王阳明全集》 有些地方 王阳明把朱熹博的 体无完肤 谁是谁非 实在无法下判断 姑父还告诉他 姚舜未必有其人 都是孔子孟子造出来的 读大学时 他钻研了考正学 才发现 岳飞跋扈不驯的事实 出自宋元时代一本名为 文献通考的书 而康有为的 孔子改制考 新学伟经考 都谈到了孔孟 捏造姚舜的可能性 尽信书不如无书 如果只相信一本书的论断 就总免不了上当 五 孙福熙 书里没有黄金屋 书中自有黄金屋 书中自有千中素 是劝人读书的良言 而现代散文家 美术家孙福熙认为 恰恰是这句话 让很多人丧失了 读书的乐趣 我们把读书看得太严重 认为读书是一件 苦不可耐的事 所以才用黄金屋 千中素 来引诱大家读书 为了读书而读书 丧失了读书的趣味 是最得不偿失的 孙福熙在法国留学的时候 经济上承担不了 学法语的费用 直接就进了学术学校 因为不懂法语 闹了很多笑话 也收获了很多 有趣的时刻 比如 兰花一词 是同学在公园里 指着兰花叫她的 每每看到兰花 还会想起那位同学 故事后 拼命只有读书 才能改变命运 对于现代人来说 读书不必那么辛苦 尊贵 她可以和散步 踢球 看电影 游山玩水一样 是一种闲暇时的放松 最好的状态是 一个人走进图书馆 心情不必肃穆 像走进电影院一样 自然即可 不是揍书 都能换来黄金屋 千中素 能启发智识 涵养德行 桃野情感就够了 哲学家 约翰杜威说 读书是一种探险 如探新大陆 如争新土壤 法国作家 法郎士则说 读书是魂灵的壮有 随时可以发现 名山俱川 古迹名胜 身临幽谷 奇花异会 好了 这就是今天 我们想和大家 分享到的内容 更多美闻 也请你继续关注我们 也欢迎把我们 推荐给 你的朋友和家人 一起在阅读里 成为更好的自己 晚安 亲爱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